有一件事 我私来想去 还是决定告诉你 盗友请讲 我真身乃是一只鸟 素肠爱吃果子 爸 此地看来并无危险 先调理几日再说 这是一只喜怒无常的鸟 之后 水神莫名被人害死 在润玉的误导下 监密认为是徐凤杀死的水神 为了给父亲报仇 监密假装爱上徐凤 在自己和润玉大婚之日 徐凤前来抢亲 监密沉急偷袭保护自己的徐凤 徐凤魂飞魄敝破散 监密因徐凤离世 心痛之下吐出云丹 在之后的时光中 明白了自己对徐凤的情意 监密打算用太上老君的金丹复活徐凤 徐凤在魔界复活 而徐凤和监密这场千年纠缠 终于迎来了结局 监密找到徐凤 希望他能够接受自己 已经成为天地的润玉 为了找回爱人 带领天兵打算扫平魔界 果然如佛祖所言 累了监密 三界遭殃 不知道 你是喜欢温柔附黑的大殿下 还是喜欢霸道冷却的二殿下 懂爱之前 监密一直心系大殿下 可是懂爱之后 监密毫不犹豫地选择徐凤 监密毫不犹豫地逃